字幕提供 我們的Iron Leo選擇開個6-8不同花在Botton 是稍微比較鬆一點點 通常在Botton我會開的不同花 我開的最小是8-9不同花 7-9不同花應該是會蓋掉的 8-6不只鬆一點點 8-9不同花和8-6不同花是差了好多的 看起來差不多可是其實差蠻多的 可是我相信如果你在翻牌後打得好 或是你有技術優勢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大部分平均大家會打的範圍 如果你技術越好打得越鬆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你要看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對手 我這手牌三家都沒有紅心 然後Iron Leo選擇下注四分之一 可是我們的林軍偉 林青偉 擊中了一個頂隊 在大馬 那他選擇了跟注 這樣子一個天花面 有可能中隊都不一定會跟了 中隊如果踢腳都不會跟了 是的 那現在我們的Iron Leo持續下注 這把是下注的一個滿怕 那我覺得林軍偉這邊應該不會輕易的蓋掉啦 那Iron Leo是在轉牌多了一個卡中洞9的一個機會 所以要選擇繼續的偷 可是... 這也是他的最後一槍的應該 林軍偉不會在這邊蓋掉一個頂隊 因為其實換個角度來想想看 就是假設你真的中了天花 你在轉牌應該不會試著打滿持 把對手打蓋 應該會下注個一半或三分之二 希望可以獲得賺取更多的籌碼之類的 這裡River出了一張勾 那這張勾我覺得也算是Ivan的一個Blob card 因為畢竟他是加速的玩家 他也有可能會有AK的範圍 他在這裡是完全秀不出的Blob card 對 可是他是check可以不用開牌啦 如果他是要開牌的人的話 他可能就會偷更多一點 在五萬二的底池 Ivan Leo下注一個超池五萬五 他後手是有七萬五千對手 Ivan的Blob都沒在跟你客氣了 他就是背背背 而且他不是小的背背背 他是大發的 啪啪啪啪 他是三個大砲不是三槍 對 不過這裡的瞬花 瞬花面 很難 滿不好跟的啦 可是我覺得 呃林薰偉其實他跟了這個 翻牌又跟了這個轉牌 不太會蓋給他合牌 對 因為重點我覺得 唯一一個比較能透露出訊息的是他的TUN 他TUN打得很大 對 因為TUN如果你有很大的牌 不應該打這麼的大而讓對手棄牌 對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反推回去 這邊到底是不是有一個投機在這邊呢 因為他手上沒有任何的紅心 也許Ivan在Button會用一個 紅心A的Block做一些Bloof呢 其實也是有機會的 還現在MN64 在言語上也做了一些Bloof 那我看來我們的林薰偉 是聽得懂廣東話的喔 對 他應該是聽得懂廣東話的 啊 就蓋掉了 對 請進去 不要來 她只依奮 我這個轉 對 我這次 別人